本來我都是周末錄視頻,但是周末要出去一趟,今天是周五,所以反正現在給大家錄個視頻吧 What's up everyone? 那麼我相信你們點進來的時候已經看到標題了,對,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Comedy Garçons這個牌子 那麼我相信Comedy Garçons對大家來說一定是不陌生的了,像CDG Play很多人都已經買過了 那麼大家知不知道Comedy Garçons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這個名字的取名的靈感是來源於60年代的一首當紅的法文歌 那這首歌是非常好聽,我個人真的是循環播放了好多天 說回Comedy Garçons他的創始人是Rei Kawakubo,也就是領事態大家所說的串九寶靈 那我們先說一下串九寶靈這個人,那串九寶靈是畢業於日本的KO University 那也是他父親教書的一所大學,那他畢業以後就進了一個紡織公司工作 從公司出來以後他就創立了Comedy Garçons 然後現在我們來梳理一下就是Comedy Garçons這些屬不勝屬的線 那先從Rei Kawakubo處理的線開始說 那第一條呢就是Comedy Garçons就是女裝主線啊 那這條線呢他就非常的天馬行空,你是感覺平常你是穿不到的啦 第二條線呢就是Comedy Garçons,Comedy Garçons 那這條線就是比較適合日常穿搭也是女裝的一條線路 第三條呢就是Comedy Garçons Noah,那這條線呢就是以黑色為主 為上班女性設計的那種正裝一類的服飾 第四條呢就是Comedy Garçons On Plus 那其實這個是法文我可能讀的,我肯定是讀的不準確的 那這條線呢就是男裝的二線,那麼一線等一下我們會說 那麼Comedy Garçons On Plus這個線呢我個人還是非常喜歡的 那些風格就是不會過於的浮誇,但是又挺適合日常穿 就是,不是說日常吧,就是平時穿出去的話也是OK的 那麼這條線也是會跟Nike做一些領名的 像18年他們那場秀呢,你就會看到視頻他們有穿這雙白粉,全粉和黑粉的那雙 Nike L Max 那麼你看到我也是有入手這雙鞋的,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這顏色超級粉,那種騷粉啊,不好穿 但是我個人覺得,你穿一身全黑,就是比較素的那種 再配一雙這種比較亮色的鞋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下一個呢就是Comedy Garçons On Plus Sport 也就是看到最後一個詞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跟運動相關的那一條直線 再下一條就是Comedy Garçons On Plus Evergreen 那這條線呢就是會推出以前賣的好那些經典的服飾 再下一條呢就是Comedy Garçons On Duos 我不知道對不對,然後他這條線呢就是賣的是男士的正裝 那麼第八條線呢就是Comedy Garçons Shirt 那麼說Shirt,看到這個詞就知道這條線就是販賣一些跟襯衫比較相關的東西 那麼最出名這條線呢其實,最出名的就是這個,這個牛皮紙袋包 然後說到第九條線呢就是Play啦,那其實Play這個愛心呢是 他跟一個街頭塗鴉藝術家叫做Philip Pakowski合作的藝術 然後,那這個線大家肯定都知道了,非常出名 再下一條就是Comedy Garçons Black 那這個就是相對價格較低的一條附線 OK,那麼說完穿980,那我們再說一下Comedy Garçons大家庭 第二號重要的人物,那就是Ginia Watanabe 那中文就是渡邊純迷 那渡邊純迷,我們也是先來說一下渡邊純迷這個人 那渡邊純迷呢就是畢業於Bunker Fashion College 也是日本的一所設計學院 很多日本出名的設計師都是從那裡出來的 那麼他1984年從大學畢業後來就進入Comedy Garçons 成為了穿9保齡的助理,然後負責製作紙樣的工作 後來呢他就收到了穿9保齡的賞識 成為了一條附線叫做Dliquid Comedy Garçons的設計師 那Dliquid也是法文,就是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針織 那這條附線的話後面也會講 因為後面這條線就轉移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人身上 就是他負責設計 這條線主要負責就是針織一類的單品 那麼他在1993年在串9保齡的支持下就成立了自己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一條線叫做Dliquid Comedy Garçons 那也後來在巴黎發表的作品受到了很多大家的關注 那麼他也是第一個擁有自己支線的人 再說呢他就是一個非常嚴謹 然後最出名的就是他的制衣技術啦 你可以看到他服裝是非常有未來感 但是又挺適合平常穿著的一些服飾 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當一些女生開始穿Dliquid Comedy Garçons的男裝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是男式支線但是他其實又是面向於女性的一類的 就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那麼現在就來說一下Dliquid Comedy Garçons被他所負責的一些支線系 或者是主線有哪一些 那麼第一條呢就是Comedy Garçons Homme 就是剛才所說的穿980負責那個男裝的主線 那第二條呢就是Comedy Garçons Rue Deschamps 我抱我對不對對不對真的我已經很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了 那這個呢就是在日本發售的女裝主線 現在已經停產了已經沒有了 那第三條呢就是Dliquid Comedy Garçons 那這個是一個女裝線 然後再下一條就是兩條男裝線 就是Dliquid Comedy Garçons Man和Comedy Garçons Man Pink 這兩條都是男裝的線 那還有一條就是I Dliquid Comedy Garçons Man 那這條線就很有意思 就是他會跟Levis做一些聯名啊 就Gia Watanabe這個人會很多collaboration 跟很多品牌做聯名 下一個在Comedy Garçons大家庭裡面很重要的人物就是Tao Klihara 那中文就是利元大 那利元大1997年從Central St. Martins設計學院畢業回來之後呢 就進入了Comedy Garçons 那先是做了渡邊純迷的助手 那麼四年之後呢就 川九寶林就把Tliquid那個支線 就全全交給了利元大來做設計師 然後在2005年的時候呢 由於天賦毅靈 就渡邊純迷和川九寶林就鼓勵 所以利元大創立了自己名稱命名的一條支線 叫Tao Comedy Garçons 那這條支線呢在2001年的時候就宣布關閉了 因為利元大說他想把所有的經歷 專注在Tliquid這個真支支線上面 那還有一個人我想說的就是Fumito Gangyu 那他的中文就是玩農文人 那他呢也是傳九寶林的德藝門生 他也有一條自己的支線叫做Comedy Garçons Gangyu 那這條線呢就是 重點就是在偏向於街頭和高端時尚這兩種風格 你可以從這些圖片上看到 就非常適合日常穿搭 那麼還有另外一條很重要的支線 我想跟大家介紹就是Noakai Ninomiya 那麼他也是傳九寶林的德藝門生 我個人真的是非常喜歡他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就是非常非常有設計感 就感覺是真的是藝術品一樣的感覺 是非常的漂亮 那這條線就是非常有意思 那他是以純黑色的布為基礎 然後呢就以這些純黑色的布 來製作一些比較unique 比較獨特的那種設計 就完完全全就是他一般都是單色的 而且大部分用的都是黑色 很少說用其他顏色 但是有時候也會用白色啊 紅色那些色系 但是非常非常的少 像我這種個人非常喜歡黑色的人 就非常喜歡他的作品 就很帥 很有藝術感 那其實Comedy Garçon呢 還有非常多其他的線 像香水啊 像錢包啊 那我這裡也有一個Comedy Garçon的錢包 就我覺得他架的錢包是真的很好用 那他就是會有那種夾層 中間這裡會有個這樣子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放卡啊 又可以放現金非常好用 那麼還有一條線叫做 Speed Du Comedy Garçons 那這條線主要販賣就是 永逸一類的 那麼最近新出的一條線就是 CDG CDG CDG啦 那他這條線會有個專門的網站 你們去Google打CDG CDG的話 也可以出來他的網站 就是他發售這個支線的單品 都會在那網站上發售 那麼他上次在倫敦 Dolver Street Market 搞的那次活動我也有趣啊 就是會賣非常多 是滿印logo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們應該有看過 說很像Fear of God 那雙Benz那雙鞋 就是上面都是CDG CDG CDG 然後還有賣一些 印滿CDG的大衣啊 包啊 說了這麼多 其實我肯定是有一些支線 我自己是沒有包闊 囊括進去的 希望那些知道 我遺漏哪些支線的朋友 能在下面評論告訴我 也讓我補充一下支持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訂閱點讚轉發好不好 我們下期再見 Peace